Let's go 嗨大家 今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約去吃一家我想吃很久的餐廳 就是鼎泰豐 大家應該覺得想說What 台灣大家吃鼎泰豐已經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嘛 然後我每次回台灣的時候也是一定會去吃鼎泰豐 我知道很多人就覺得鼎泰豐沒有那麼好吃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就是你來國外住久的鼎泰豐就會成為一個 你想吃台灣食物的一個指標 你只要能吃到他就會覺得非常幸福 但是鼎泰豐大家知道他開了在世界各地開了非常多的分店 韓國也有但就是在首爾 任何店就是來韓國開的話都會先去開首爾 所以呢生活在釜山的我就會覺得有點像邊緣人的感覺 想吃但又吃不到 畢竟釜山跟首爾還是很遠 不過鼎泰豐終於開來釜山了 他就開在我之前住的附近 就是在那個引導大橋旁邊的樂天百貨 就不知道他的味道跟台灣一不一樣 上次我們回台灣的時候我也有帶歐巴去吃 所以我就是剛好可以很及時的比較一下 韓國鼎泰豐跟台灣的鼎泰豐有什麼差別 就跟著我一起去吃吧 好嗎? GOGO 它有賣麵包蝦耶 麵包蝦台灣沒用 還有醬汁 什麼? 它賣那個鍋包肉耶 這個是台灣沒用的 雜醬沒有 現在有雜醬沒有 韓國鼎泰豐的茶是給冰的 這太神奇 因為台灣鼎泰豐 我們去吃的時候還跟店員要冰塊 因為我老公喝不了熱茶 這一壺是 裡面有很多冰塊 謝謝 你這樣子變夠嗎? 因為它我覺得是一半 它沒有我喝 是脆的 我吃的 跟我在台灣吃到的超好 真的 因為這個 它主餐比較早 香料的 味道很大 嗯 基本上一模一樣 嗯 因为我本来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是还喜欢吃鸡蛋糕的牛肉面 因为它没有很鲜 我觉得它饭很酷了 韩国的炒饭有配汤 这是什么汤 清汤 这排骨我觉得跟台湾的好像有点长得不一样 我们点的这个是台湾没有的set 它是有12颗 然后是5种味道吗 这样它应该是10颗 8、9、10颗 就是一次可以吃到5种味道 餐 红红竿 衣服 来评价它的排骨 嗯 还是吹出去了 但是台湾的更好吃 台台有点不像 台灣的 目前吃到牛肉麵表現最好的 牛肉麵是一樣 對對對 反正是那個 可是這個有滾掉耶 小籠包可以 但我好像是第一次吃雞肉 雞肉麵 這根總覺得好像有比較小一點 可是它們那個早上時間有空 今天有特價 喔!卡卡歐沙蔥的沙蔥 嗯~~好多人喔 來!有有有看到老闆 這家是我目前覺得在釜山最好喝的咖啡廳 但因為就是離我們家比較遠 所以就要趁來這邊的時候趕快喝一下 我都是喝這個 這個超好喝的 它有那個香味 花香 我要這個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釜山最好喝的咖啡在蘭 常常我都會說釜山的咖啡 就韓國咖啡喝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只有這一家是會讓我要 想要回來喝他們的咖啡 因為他們的咖啡是自己烘焙的 它的味道非常特別 我之前有介紹過一次 但是很久以前 它這一款是R1 然後它是有那個 水蜜桃跟花香 就是會讓你喝的有一種 四月春天的感覺 就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真的有一股很香的花香 真的很好喝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家的環境 就是很美 可惜我已經搬走了 不然我應該會常常來這邊工作 所以錄び Eg 我覺得不太幾 ado 不會 video? 謝謝你的 Parkinson 在三二十四年裡 會不會被 peers 想要提前來這邊 我們頭髮你 所以是 ответ 如果我還沒有 因為細個 當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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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像蠻好吃的 這跟我講講什麼味道是一樣的 真的很有趣 這次是要走出 這種口感 濕的很濕的 它很像卡士達醬蛋糕 晚餐也是在田埔咖啡街這邊吃 因為其實田埔咖啡街這裡呢 除了很多咖啡廳以外 它還有很多的很有特色的餐廳 然後我們也要吃中華料理 這是什麼花 好美喔 要吃的是這一家 看起來很中式吧 我剛剛還在找它的入口在哪 結果它入口超小的耶 就這麼小一個門 這一家真的很特別耶 很中式的感覺 包場了二樓 因為一樓客班了 我來看看 這是什麼 好台的炒麵喔 這本歌也很台 對 日本的消� 看起來會備了嗎 要示範於解決 所以新的賬金 從香港以下 為了 我可以吃雞丸子 小貓第二趟來自家 喔!還有米奇耶 好日喔 你們知道這個嗎? 你們有購過這個卡通嗎? 它也是宮崎駿的喔 我小時候超愛看這個卡通 還是好復古喔 哇! 太酷了吧 太酷了吧 換一下 我都跟他講過了 我喜歡吃一點 吃不到 我的天啊 我喜歡吃一點 我喜歡吃一些 我喜歡吃一點 吃一口 就太酷了吧 就要吃了 很酷 我有一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